据媒体3月29号消息 俄乌双方在土耳其进行第五轮谈判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金梅斯基 在第一天会谈结束后表示 俄罗斯收到了乌克兰的书面提议 确认其保持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意愿 包括放弃生产和部署所有类型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该轮谈判中 俄乌双方就乌克兰在中立地位达成初步共识 无方称 乌克兰可以不加入任何的军事联盟 不部署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但乌克兰需要相关安全保障国家 为乌提供安全保障 乌方提议的安全保障国中 包括以色列 土耳其 波兰 加拿大等国 乌方提出与俄方的协定 需要在安全保障国的参与下完成 乌克兰同时提出保留加入欧盟的权利 对克里米亚问题持长期保留态度等诉求 作为对乌方愿意正式讨论中立问题的回应 俄国防部宣布 俄军会大幅撤离基辅 切尔尼格夫两地 俄乌双方在安全领域的相互回应是值得肯定的 基辅作为乌政治经济中心 也是乌议员 政府官员的主要所在地 俄军的撤离动作 等于是对乌拒绝做北约桥头堡的态度进行呼应 就在大家为俄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西派和平早日来临之际 美西方的反应却很谨慎 甚至还相当消极 美西方没有出现在第一时间欢迎进展 鼓励双方进一步谈出结果 早日签订协议的声音 对西方来说 如果支持乌克兰的国际保障要求 意味着开辟了一种新的国际安全保障模式 它对美国和北约的作用意味着一种削弱 西方内部的态度肯定会有分歧 另外如果这种方式俄乌走向和平 乌克兰认了这个事 西方该不该认 他们刚构建起来对俄制裁的体系 又该如何反应 西方显然尚未做好准备 那么既然俄乌双方的谈判出现轮廓 那么战争是否很快会停下来呢 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 接下来双方应该还会继续打 俄军的重点将会集中在乌东部和南部 致力于消灭那些地区被包围的乌军主力 用战场现实进一步巩固已有轮廓 碾腰乌方尚存希望和犹豫 乌方则会力求增加局部进展 扩大俄军伤亡 争取让俄方变得越来越急躁 为匆忙签署和平协定 而在关键条件和细节上 对乌方做出更多的让步 总之这场战争已经让乌克兰和美国和西方 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 基辅接下来肯定要更多的听华盛顿的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俄乌之间的 而更大的博弈实际上是刚开了一个头